昨天的时候来了一个箱子,认为是空箱子,后来拆开一看是花友们寄养的一个清香木啊,我看的像,打开先看看啊 这个老花姨寄养是免费的,但是快递费需要自己出,养死了不赔啊,来回的快递费自己出,用什么东西你就不用管了,老花姨不给你收钱,不要被骗了,钱财去了,这就是一个清香木啊 这个呢,好多的人喊它叫清香木,其实呢,它这个学名叫胡椒木,它有一个胡椒味,就像花椒一样捏个叶子,像这种东西好多花儿还养不利落,那就太不什么了 小辉去那边拿一个那个清香木过来,因为我们卖花的人呢,习惯性呢,给他起一些比较好听的名字,用来自己卖的时候提高一下身价,你比较是发财素了,幸福素了,简单一盖 买错了,确实是买了两个盆,这也不行啊 好多人来往上摊便宜,其实这个东西就买买买,一分钱一分货,你说踏踏实实就买买买不就完了吗,你说是不穿吗 搞那些花柳胡椒的干啥呀 我做百年企业的,由我传给刘一四伯,把我这个大胃传给刘一四伯,给那个苏格拉乎 我这个根系,原来还可以长这么壮,哟哟哟哟,哟哟哟,哟哟,哟哟,我还没仔细研究过,你看,是吧,同样的哈 这是小时候,这是长老了时候,它根系还挺壮,这都很好养的,我之前在河北高贝店的时候,我们有绿花袋小区里面,它也有种这个东西 而且冬天还没给它冻死,还挤肿,我天,你给人生哥看看,现在给它发钱了,你给它看看 人生哥这是什么生啊,快帮我参谋一下,一会看它怎么出洋相 这真就不是人生啊,人生,西洋生都不是,我还能开玩笑吗,我就煮一杯杯中个玩意呢 他不是人生,人生,大哥而已 对啊,兄弟,我也没说别的啊,是人生啊,我也没说是别的生,他真就不是人生,怎么怎么掰都不明白了呢,怎么看 看来忽悠不了他,看来他在某一方面还是比较正常的啊,比较,比较专业干这个的 其实这个一点毛病没有啊,正常做上就行了,他为什么说他寄过来呢,你看,他上面这个没有活力了 是吧,我怀疑是什么呢,第一,强光的暴晒,你知道吧,第二,天气的冷 因为在夏季高温的时候,他可能会缺水啊,别的没事,来吧,种 像种这种肉质啊,这种大嘟嘟的一个根系,你不能什么植物啊,你用个这种稍微矮胖的盆 因为他不是这种根系能往下长得很猛的,就别用深盆了,像这种大肉嘟嘟的根系一定要用浅盆 这样,差不多啊,用土的话呢,老花衣的通用配方煮就可以了,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它是非常的松啊透气啊,就进口的泥蛋,珍珠盐,火山盐跟制食,别的又没啥 最高端的土往往是最自然的,没有别的花里胡哨的那些个,稍微大点的颗粒放到下面去 好的话说,老花衣,你们家这个怎么个老师有这种大颗粒,哎呀,这一会儿不说,大家就觉得老花衣坑你们 这种大颗粒是它的这个泥炭包,这是好东西,别丢了啊,你可以摁到培下面,还能增强一个透水性,是吧会儿 来,接下来直接种就行了,行了,种的时候不用太深,跟原来的根系差不多就行了,别的没什么大问题 将来咱们浇水啊,往水里面稍微加一点生根液,用到的是会玩生根液,养花用会玩嘛,省心又省钱 稍来一点就行了,比方说刚一盆啊,为了更快的让它浮盆,别的没啥,现在天气冷啊,又怕它烂根,你稍微放点杀芸药,什么多菌灵,恶梅灵都可以,我放的是恶梅灵 大家自己看着来啊,你们养花别那么死鹰,不是说谁说啥就是啥,叶子就经验,这个叶子可剪可不剪,剪剪也行啊,算了,不剪 这叶子又不大,不然就这样了,之后呢,放到光照好一点地方,它这个光照就太强了,缺水缺水缺水,别的没啥了,夏季高温这么操作一定要避免强光曝晒,好了,想要寄养的臭宝呢,吃进我们后台啊,部分冷的地区就暂时不收了,还那句话,养死不回,来个快递为自己出,花钱你不用管了,我的老花衣,养花最嘴,你白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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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